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爷 公爷 又来了一个告状呢 好啊 请请 楼大上头 老爷 大老爷 别别别别 快起快起快起 哎呦 我等你好久了 这 爷 他是来告状的 用不着对他这么客气吧 懂得了 来告状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对咱们的衣食父母 是吧 能不客客气气吗 啊 搞什么状 啊 跟我说 我给你主持风道 老爷 我兄弟二人因分家补工 来打官司 好好好 我明白了 明白了 这是一桩财产纠纷案 本爷就喜欢碰上这种案 是吧 你慢慢说 我爹偏心 他喜欢老二 所以遗嘱上给他留的财产比我的多啊 你是要多分一点财产 对吧 对对对对 求老爷做主 帮我挣回去家产 做主容易 这个 这么说 做主容易 就看你给本官什么好处了 好处 对啊 就是银子 知道知道 只要老爷帮我多争些 家产 我送老爷 也这 五两一道 好 这本官这是秘密审案啊 我边上的 什么秘密审案啊 早知道你这么审案 我还不如跟石大人去审案呢 公府送银子的那个兽医 可是他 就是他 不会认错 绝不会错 你收了公府的银子 为他开具贾政文署 现有证人在此 你承不承认 我承认 大人 我只收了公府二两银子 不管你收了公府多少两银子 为他开具贾政文署就是犯罚 是 请求大人重庆发落 重庆发落 一会儿进去以后 见了支县大人 你要实话实说 别可将功折罪 知道了吗 知道 我实话实说 我实话实说 进去吧 你是在为这个财产纠纷案 打了一个官司 是啊 老爷 我爹他偏心 他给我大哥多分了家产 你是想从你大哥那儿 再多分一点家产对吧 老爷 你要为我做主 为我多争取一些财产 他主我事能做的 就是你得给本官 是吧 老爷 只要你为我多争取一些财产 我就给你 十两 十两银子 你可比你大哥大方多了 本官司就有长榜案 那就谁给的钱多 我他就给谁办呢 好好好 你承认这张证明是假的了吧 是 是假的 大人 前两天 公府给了我二两银子 我就给了他这张假证明 大人 共府 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大人 是 我告诉你 偷牛贼罪当吊死 你呢与他同罪也得砍头 来啊 把拱服押回县衙 打入死囚大牢 大人他饶了我吧 小明再也不敢了 小明再也不敢了 饶了我吧大人 饶命啊大人 饶命啊 义父您就说实话吧 再不说实话 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大人我说实话 那石头牛不是我的 果然不是你的 那是这个偷牛贼的吧 不不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那石头牛是人家 叶三郎家的 是叶三郎家的 那他家的石头牛 怎么会跑到你家的牛棚里头呢 大人是这样的 叶三郎伏兵一离家五年整 他把他们家的三头牛 既养在我们家里 这三头牛五年来生了十个牛毒 你要是不相信 你闻一下秀姑 大人 他说的一点都不错 那既然是叶三郎家的牛 那你为何不还给他呀 小人是才迷了心窍 想把这石头牛霸占下来 占为己有 大人 这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呀 跪上前来 傅勋俭摘下他的头杖 是 你抬头看看是谁 既然龚夫已经承认 他家牛棚里的石头小牛 和母牛是你家的 那就应该物归原主 去把棚里的牛赶回家去吧 多谢青天大老爷 多谢大老爷 龚夫啊 你强夺他人财产 本官本当法你去服苦无益 老爷饶了我吧 草莓我再也不敢了 老爷饶了我吧 老爷 我的牛也要回来了 您就别罚他了吧 求大人手下留情 放过我姨父吧 龚夫 你听见了没有 虽然你强占了别人的财产 别人却没有以怨抱怨 还为你求情你这个当姨父的 不觉得两名吗 老爷 我恨不得挖个地方 钻进去 龚夫 本官本带重重的罚你 可是看在叶三郎和秀公 为你求情的份上 就放你一马 不再罚你做苦意了 不过 你以后胆敢再强夺他人财产 让本官知道了 就绝不饶你了 老爷 草民鸡生进士 再也不敢了 老爷 老大 老大 老二 你们兄弟二人 由于财产分得不明 现在本县给你们重新分配 老大 你把你现在所分得的财产 拿出一半给你弟弟老二 我说老爷 你 你没有搞错吧 他本来的财产就比我的多 你还让我拿出一半给他 这不公平啊老爷 不公平啊 你说什么 老爷我就是管公平的 你说我不公平 啊 来啊 打他二十大板 看他公平不公平 哎呀 老爷 这个 这个 哎呦 老爷 老爷 等等 老爷 等等 老爷 老爷 这个 这个 哎呀 老爷 小人是有理的呀 哈哈 你这个有理呀 你比你这个更有理 你知道吗 哎呀 哎呀 老爷 你 你不能因为他这样 你就罚我 你这样吧 老爷 哎 不罚你这样 啊 我就对不起你弟弟这样 你知道吗 打 我别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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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不公平 我将对我这里 打别了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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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拱符啊 就像是水盆里的泥鳅 你只要把铁火钳子往水里边一放 再点了这么一点点香油 他就把肚子里边的泥沙就全都吐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看来这在华的泥鳅也逃不过大人这一招啊 哎 想不到啊 这土泥法还真灵 大人 您今天在公堂外当个回青天大老爷 可是公堂之上发生的事能把人给气死 公堂之上发生的何事啊 还不是那个牛不耕啊 他竟然在公堂上公开的贪赃王法收取贿赂 抓来一个窃贼 那窃贼给了他点银子 他就把窃贼给放了 他没事了 哎 兄弟俩找他来分家产 他就看谁给的银子多 谁给的多呢 他就多分给他家产 哎 给的少的呢 就打一顿板子 这事是你亲眼所见 当然是我亲眼所见了 明个起啊 不再也不伺候他了 多行不义呀 必自毙 他要这样胡作非为下去啊 那老百姓过两天 非把他赶走不可 哎呀 想赶他也赶不走 哦 他是老福爷的人 只能只能是想个办法去整整他 大人 我看您还是先别整他了 有更当紧的事等着您呢 那什么事更当紧啊 马之县被杀的案子 哦 那不是皇上和老福爷吩咐下来的 您可不能让牛不耕抢了头功啊 哎 那就齐头并进 既查县衙的急案 也查马之县的被杀案 没错 那就双头并进吧 既整牛不耕 又查马之县的案子 那你说 马之县的案子 从何入手为好啊 这马之县 是从京城回香河县的途中被截杀的 那 咱们就从被杀地点查起 从黑松口 嗯 皇上 奴才跟着石竹香赴香河县 已有数日之久 奉皇上一旨 已经开始暗中调查马之县被杀一案 据奴才近日观察 那石竹香办案尚属认真 目前正在积极地深入调查 小寇子 奴才在 知道朕这次为什么叫你跟随两位知县去香河县吗 奴才知道 皇上一旨是让小的去秘密调查那个支县被杀的案子 对 马东阳是御医院的院判马炳轩的弟弟 恰巧在马院判死的当日离开了京城 而且也被人截杀在路上 朕怀疑他的死与马院判的死有直接的关系 照这样推断朕的卖案很可能就在他的身上 照这么说 如果把这个案子破了就能找回皇上的卖案 这卖案对朕十分的重要 它关系我大清的龙脉啊 皇上放心 奴才一定替皇上把卖案找回来 你说这马之县就真的死在黑松口 是我和傅 傅勋俭亲自演的事 那没错啊 明天是十万仙等班 你告诉牙医们偷偷备好轿子 咱们抢先一步赶到黑松口 爷 门口几国喊冤的是昨天牛爷审的一个苦主 叫楼大 被牛爷打了二十板子 心里头不服 所以今儿来几国喊冤来了 既然他有冤枉 那你就把他传上堂来 本官问一问他有何冤枉啊 别爷 这是牛爷审的案子 依小人所见吧 怎么着 牛爷办过的案子 本官就连问都不能问一下了 不不不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一瞻送信各管一段 他审过的案子 您再接着审 那到时候他肯定找您麻烦不是吗 哦 对 对啊 既然是牛伯庚办过的案子 我就不该管 我们是各管各的案子 是寿星老碰见了五方道神 你不说我长 我不说你短 哎 好吧 不管喽 是 我是 哎 寇子 他还是个击鼓不停 你把他传上来吧 他要是真有冤枉 我若是智若网闻 那真是上愧对朝廷 下愧对百姓啊 把他传上堂来 我要问一问他 到底有何冤枉 哎呦我的妈 还是 나 你嘴 我那应该对了 filtered 我 他专家 阿 怎么 opt 就 wilt 就不失混了 怎么 prophet 到链目了 被杀的案子 您说呢 是啊 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啊 是吧 走 陆大 你有何冤枉如实到来 本官自会为你做主 怎么又换了一个险太爷 昨天那个险太爷和今儿这险太爷哪个权力打的 老大 昨天牛支县是如何判你的案子的呀 回大老爷 昨天那位险太爷 他不但打了小的二十板子 还把小的分得的家产的一半都分给了我兄弟 这多安不公啊 那你说你是如何和你兄弟楼二分的家呀 按照我爹的遗嘱 我兄弟得的家产比我的要多呀 嗯 嗯 那你的意思是说楼二分的家产比你多 正是 正是啊大老爷 哦 来呀 传龙二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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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下官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马之县的尸体 就这地方 就这 嗯 这马之县从京城回来不能不带个家人保镖什么的吧 就是 他有两个家人一个车夫 连同马之县总共四个人 马之县死了 那其他人呢 啊 那两个家奴当时只是被打昏了 在下带领马快从京城折返途中发现了他们 并把他们抬上马车 送回了湘河县 那两个家奴现在在哪儿 啊 因为受了过分的惊吓 一直在家休养歇息 哎 那赶车的那个人呢 至于车夫流感 在下虽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却在前方的小树林里 发现了一件血衣 和一些死人骨头 经验证 那件血衣就是流感的 所以 流感可能已经被野狼所吞吃了 被 被野狼吃了 这一带 常有狼群出没 哎 马之县的尸体 埋哪儿啊 马之县的尸体 由在下亲自运回湘河县 埋在马家祖坟 那 就没有其他线索了吗 没有其他线索 哎呀 一点线索也没有 这百线不等于是 狗吃刺猬没地方下口吗 哎 杜主播 你有什么办法 这是一条官义大道 平时啊 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我想呢 马之县被杀的那一天 一定有目击者 对啊 哎 可是你 就算有人看见上哪找去 哎 咱们县衙出重赏啊 俗话说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啊 他一定会主动来 向咱们提供线索的 对 对 对 小慧 小慧 天愁哥 好 天愁哥 你来了 屋里坐吧 够了 今天是依附谢氏的七七忌日 我准备了些供品 我们一块上坟去了 好啊 我老头子还在县衙里忙活呢 我 想等他回来一块再去 大哥在县衙里忙着一场公案 一时半会回不来 那好吧 我们两个去 好 等我回去收拾一下 嗯 好吃吗 嗯 那待会儿还给你吃 嗯 天愁哥 你怎么了 哦 没什么 我想起来在小的时候 哦 小时候 小的时候可真有意思 那时候啊 有你在身边保护我 那些男孩子 他们谁都不敢欺负我 我记得有一回 有个坏小子 他想弃弄我 哎 结果啊 你把他打的 好几天都爬不起来 后来人家大人找上门来 我爹罚你啊 一整天不许吃饭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后来还是你从厨房里偷了几个包子 悄悄地送到我房间来 想起小时候啊 真有意思 是啊 可惜啊 我们都长大了 可惜什么呀 长大了 还不是和小时候一样吗 是啊 数月前湘河之县马公娘 于黑松口死于非命 罗大罗二 你俩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少分了财产 而对方占了便宜啊 是啊老爷 你们都想让本官给主持公道 再分得你们自认为应该分得的家 家产对不对啊 对啊老爷 靠子啊 靠子啊 这可是亲兄弟俩大官司 宿住公堂啊 你说 你说他们家当爹的 分给他们的家产 未必不公 一人一份 这人心是啥东西啊 那就是贪心啊 那贪心啥东西 那就是如舌吞相啊 不管分他多少 他总觉得人家比他多 就好像自己吃的大亏一样 就 所以这亲哥俩 就反目成仇 宿住公堂了 是啊 照您这么说 您现在要判 把哥哥的财产分给弟弟一点 这哥哥说你不公啊 你要是把弟弟的财产分给哥哥一点 弟弟又说您不公 你的意思是说 不管本官怎么判 最终还是有人说本官判断不公 您的意思是想让他们哥俩都说您公道 没错 我就是想找一个万全之策 让他俩谁都说不出一个不公来 不可能 干着没有两头甜 这种事就没有万全之策 但官今儿非得吃着两头甜的干着 让我想想 别打叫我哈 打叫我生气我想想 行您想想 来 别慌动 听我说 这个平时只要你们俩一吃饭就炒炒炒 没完没了 夫人嫌小寇子多吃多债 小寇子嫌夫人吃的比她多 今儿咱们就实行份饭制 一人一份 我看你们还炒 吃吧 揚州炒饭 你以为这样就公平了 你看呢 小寇子那盘的比我这盘多 夫人 您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您跟大人是两口子 要像也像是你啊 你瞧瞧 明明是你那份比我这份多 我都能够出事 你还好意思 就是你那盘多吗 你别别你别别 你那盘比我那盘多 肯定是你那盘多 你那多 你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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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小孩子似的 给我坐下 给 给你 现在你们两个都得到了 你们自认为多的那一份 寇子 我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让他们兄弟俩口服心服的万全职策呀 不会吧 这世上可真没有两头天的干着 那本官今天就让你看看两头天的干着 楼大楼二且听本官宣判 楼大你不是状告楼二的家产分的比你多吗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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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那好 本官把楼二的家产断给你 楼二 把你哥哥的家产断给你 也就是说你们哥俩的家产来个大条坏 这样你们双方都该满意了吧 怎么着 本官断的不公 对本官判断不服 那好 这可是你们让本官这样断的呀 你们总不至于否认刚才鸡骨告状喊冤的初衷吧 大老爷 大老爷 小人对老爹所分的家产非常满意 好 小人不告了 不告了 好 老二 你呢 老爷 老爷 小弟认为老爹分家产分的公平 我也不告了 好 好 寇子呀 今儿让你见识到两头甜的甘蔗了吧 见识了 绝了 绝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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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老头子 你看谁来了 谁来了 见识的人 多喜 瞧老爷子 你们几个怎么来了呀 我们是来投奔知县大人来了 是啊 如今您当老官 我们也得跟着沾点光 是是是 多喜 不在福满楼做了 别提了 自从你离开了福满楼以后 这福满楼的生意是越来越消德 到后来更是门庭冷落车马熄 老板看实在开不下去了 就把这门给关了 我们这些人只好是散会回家了 生活无着落 那瞧老爷子您呢 顺天府庆里接到 把摆地摊的都赶回家了 我也没地方去了 正好 碰见了李掌柜的 他说要找您 我一想您在香河县当县太爷 这怎么着 也能给我找个差事干呗 要不我们爷儿俩得喝起北风咯 他是 来 见过了 石大人 见过大人 他 他是我孙女 叫鸭儿 好好好 来来来 屋里请 请屋里喝茶 来来来 请 大人 您请 请乔老爷子您先请 好好好 请请请 请吧 大爷 请请请 老头子 过来 老头子 咱们在京城的时候 乔老爷子和李多喜 是不是对咱们不错 不错 这回人家找上门来了 你千万得帮这个忙 那当然 家里还有多少银子 你就看着给就是了 人家不是来要银子的 人家是让你帮着找点事做呀 你好歹在衙门里给他们找个事 让他们吃一份黄粮 这样也解决了他们的终身大事啊 那衙门里头编制人数 它是有限的呀 哎 那牛不耕把他七大姑八大姨 不都安排到里面了吗 可不就是因为牛不耕往里边安排了人 那衙门才人满为患的吗 衙门里头那么多的闲杂人等 在那闲着没事做 我都想把他们开出去喽 咱不能跟牛不耕学 还往里边安排人吧 有什么呀 哎 你别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哪 这个忙 你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那你要说 我把这个忙帮了 那过了几天 那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让我帮这个忙 你说我能帮吗 这个忙不能帮 我绝对不能帮这个忙 那人家既然来了 你还能把人家赶出去啊 当然不能粘出去啊 你让我 让我想一个万全之策 好不好 让我想一个万全之策 我想想 让我想想 好 你就在院子里想 如果想不出来 你就别来见我 万全之策 师夫人 石大人不会是因为我们来 给他添麻烦生气了 不会 他见你们来啊 高兴还来不及呢 今天呢 他亲自下厨 给你们到厨房烧菜去了 怎么能让支县大人 亲自下厨给我们烧菜啊 怎么担当得起啊 是是是 燕儿啊 赶快到厨房去 帮石大人帮厨去啊 不用 不用不用 有个一个人帮忙就可以了 饭菜呀 一会儿就好 你们先坐啊 先坐先坐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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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 你要是实在是觉着为难 咱们就让他暂住几天 给他们点银子 打把他们走 不 既来着都安置嘛 那你在衙门里 给他们找事啊 我想了一个比那更好的主意啊 什么主意啊 来啊 还干自己的老板儿 在香河想办法开一座酒楼 让 让李多雪还上造掌马绳 那他上造那就是 茶壶盖里放花生米小菜一碟啊 那乔老爷子就让他在柜台上 记记账 那样呢 就里里外外帮帮忙打打咋 赚的银子 大家都有份 岂不是两全其美啊 哎 倒是个好主意啊 凭你正那半份观想 根本就不够过日子的 这样一来 还可以给家里补贴补贴 这老话说嘛 千里为乖是只为了吃穿 正好吧 我是双日做汤 单日下厨是两不耽搁 你呢 又好吃那么一口 看着一座酒楼 就让你渴着劲的吃个够 如何呀 好啊 我一直都想做女老板 这一回呀 我可算是随了心愿了 咱明天就去看地方 看好的地方啊 咱就把它租下来 然后呢 咱就把咱的铺面呢 好好的石头石头 过两天就开张 里面行啊 秀姑也三郎 你们这么来了 斜大人的酒楼开张 我们来喝喜来了 谢谢 谢谢 里面请吗 对了 这秀姑啊 听说酒楼开张啊 特地赶了几头围去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肯定合适 肯定合适 里面行啊 你们这酒楼开张 可得把我们三郎给算上啊 来对啊 没闷脸 行行行 先找找 来 多谢多谢多谢 行 您请您请 啥 这王八蛋太酒楼了 正是 这开馆子对啊 你说这开馆子 这县里的大官小吏 哪个不得来啊 这十里八乡的乡山们 哪个不得来啊 到时候那银子就哗哗地往里流 那就是聚宝盆呢 爷 去 还是不去 我去 我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治治世主乡 诸位 诸位 等一下本官亲自下厨 为你们烧几个可口的菜 请坐 请坐 好好好 好好好 诸位 吃好 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啊 牛大人来了啊 开张 高速一下 牛爷啊 我以为您不愿意来 不肯给本官一个面子呢 我一大早就派人把请柬给您送去了 什么 以后我没看着我不知道啊 牛爷您可是贵人多忙事啊 今儿一大早我到您府上 就把那个大红纸 上面写金字的那个给您 没错啊 就是探机那张纸啊 哎呀 不对啊 这上面写着请东 我还纳闷 这谁姓东呢 你说 这 那是大人的请柬 是吗 没问话 来来来 请坐 请 大伙儿都动啊 大伙儿都动啊 请 大伙儿都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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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伙儿都动啊 好啊 牛大人哪 今儿是我开张大集 请您哪点几道菜 这个石板仙儿啊 石大人 我这次来呢 第一是要向你表示祝贺 开张了 是吧 第二就是想领教领教你的厨艺 你不是号称神厨吗 不敢 不敢啊 这 我点两道菜 如果你能烧出来 就说明你这个神厨真有两把刷子 如果你烧不出来呢 那就是 是吧 月亮地里打灯笼 你白挂名 是吧 牛大人哪 您尽管点 只要能点出来 我就能烧制出来 我告诉你 石板仙儿你可别吹牛 我真点了 请点 好 我点了啊 你听好 我点的第一道菜 那是 说蛋有蛋 说面有面 吃不着蛋 咬不着面 用火烧用油茶 看着焦黄 吃着松软 瞧着有盐 吃着还挺甜 是吧 是不沾勺子不沾盘 不用嚼就能见 这什么菜你们烧出来吗 这叫什么菜啊 牛爷 你这不是故意为难使大人吗 你还用你给我滚板去 这道菜我能收吗 这第二道菜叫做三品荤素红白青 三品荤素红白青 宫廷里有这道菜啊 这当然是玉菜 是吧 我告诉你 这个三品荤素红白青 这个菜一定要有红白青三个颜色 而且要不昏不素 还得是有昏有素 你能做出来吗你 大人 您别听牛不跟胡说 宫廷里根本没这道菜 它是故意丢的 石板仙 咱可有盐在先 倘若你烧不出这道菜 或者是没达到我的要求 我就到那个门口摘下你香满摘这块牌子 当着大火的面 我给他咋个稀巴烂 怎么样 敢接招吗 我要是不敢呢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敢也行 你当着大火的面 承认你这个神厨师徒有虚名 咱就作罢 这不是刁难人吗 这不是你干吗 老头子 老头子 你要是心里实在没地啊 就让他这一回 甭强证他那个虚名 咱们今天牌子挂上 就不能让人家给摘了 不行 他以为他是谁啊 扣子 走 跟爷爷下厨去 打个下手 今儿咱给牛不耕他烧几样菜 行 等着 来啊 把这个菜给我撤了 走 走 好 来 刷锅 我看看 好看啊 好香 要多很长时间的 是啊 好吃 这是什么 这也是京城的糖葫芦 是京城的色产 小姐给您 谢谢 糖葫芦 给 糖葫芦 谢谢啊 这么值啊 这是糖葫芦 这是现在的 你看这个 吃这个 还有这个 也特别好吃 好 谢谢 Sweet啊 你也喜欢美食 对不对 我跟你说啊 我这是一个厨子 它烧的饭菜 可鲜美了 对了 刚才我跟你说的 那个一掌定乾坤 它烧的时候 用的可不是熊掌 你猜用的是什么 拖掌 不对 你呀 想都想不到 它烧那道菜的时候 用的是老编 黄上吃了 都是特别好吃呢 那厨子在哪 我要去 白使薛医 可是这厨子 现在不在京城 他去香河县 当官去了 当官 是什么 当官 就是当支县 知道吗 那这么说吧 就是给老百姓 断案子 知道吗 真的 Sweet 你真的想拜师学艺啊 对 我很想 我很想 我一定去 一定去 那让我好好想想 咱们俩怎么样 才能去一趟香河县 好不好 好 牛大人呢 您要的菜我烧出来了 说蛋 有蛋 说面有面 吃不着蛋 咬不着面 用火烧 用油炸 瞧着酥脆 嚼着酥软 瞧着有盐 吃起来怪甜 不沾勺子 不沾盘 不用嚼 它就能咽 吃起来 吃起来ross了 小火烧 吃起来 吃起来